10月22日,34岁的江若林现身法院,和前经纪公司对部公堂 当天她身穿灰色大衣,身形十分笑瘦,全程紧紧拉着老公的手,似乎是非常紧张 江若林和老板已经彻底撕破脸,在法庭上陈述了很多不公平待遇 她自爆和公司在签约期间,合同甚至显明了不许怀孕 她直言自己从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,委屈到当场崩溃大哭 江若林还提到了曾经轰动一时的走光事件 有次在出席活动时由于地板的反光江若林惨遭露点 她要求公司帮忙公关,没想到高层却置之不理 后来她到内地拍戏,酒店环境比较恶劣 公司也不愿出面调节,导致她压力大到只好每晚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对此,经纪公司全盘否认,直言已经尽力而为 还透露江若林和老板是私交比较好的朋友 这种态度导致江若林的情绪更加崩溃,在法庭上控制不住的大哭 你们同情江若林的遭遇吗?快来评论区互动吧